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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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公众媒体 还有司法机构 还有检察 这些人与政府的亲密度才是通一道路 一是离政府最亲的 五是最远的 基本上情况下 一般的正常环境下 军队应该是在正中间 然后学生就是偏独 就是反对政府 然后警察就是亲政府 但普通民众也就是不左或右 但在 如果一个政府啊 在这个民众的 尤其是当时 基本上都从学生开始发展 学生如果没有偏离之后 不太远 这才不成熟 所以最开始的 卸如领 面对学生进行宣传 然后就是军队 他就是说 你不要去军队 不是个好东西 他既然是天下里呢 到时候有可能会讲 军政府的道路 像现在埃及 所以昨天宋教授说的 我们要宣传 让军队战斗主席 或者是让警察 警察基本上都是亲政府的 然后有些国家政权里面 政府的独裁者的警察 或者政府官员 公众也非常优秀的报表 报带子 他们基本上就会坚持独裁政权 灭华 所以指望也不得到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是 商人倒是贵的 商人他是既在独立王国 他也谁都贵的 那工厂老板 你看什么 我发言什么公司的老板就像是小皇帝 他下族对他们也就这样 比方明信 我觉得在一个民主国家 有些很犯明信 这个等级性的 评线 我觉得 但是他们也自己的独立王国 除了政府清单的 他们的利益 当现在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对政府也 对这个商人也不是一种 当然现在民营中小企业 就知道 拿的打击 也是有利于我们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学生 劳工的人 因为劳工在中国是个特殊阶属 他们根本年轻 是从16岁开始就到了 相当于国外的大学生群体 而且他们现在没有手机 结果新进一些状态 我觉得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宣传 我们在国内也一直在做 我们一直在发 那个劳工法啊 什么公民 甚至全国公别啊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经常上街发 现在没法上街 我在国内也经常在网上发 我觉得这又是 国内也在做这些 比方说他们能策划革命 但是他们其实是系统性的东西 理解或者是知识的 而且这个 中共的网络工作也很严重 你想介绍给谁帮你 都是很好的裁判 纽约大圈的 最高的个人 还有节目下午的新的篇 包括他的书 想要大家就自己先看看 觉得政策的话就谈不过一下 我的主力是 前面说的 主力是在国内 然后我们在台湾 一个人做救援 当然国内受到就是 国内受到环境的压抑 那边在工作的 当然要签订一屏 就到国外 这位就是我们世界大陆 专家 也有资源 也有经验 我准备再往里面 去到里面 但是我到这里也能继续一起 然后就我的经济体力 也有很多研究 我跟国内也有十多年的业统的联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真空基础 可以做在其中的这个程度 当然会有这个 真正制度方面 因为很多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真正制度 或者是让人体理解什么的自由 什么人体股权 甚至如何运行的民主制度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不然的话他不知道我们所宣传的民主 给他带来什么好的 怎样能保障他的权力 怎样能保障他的自由的经验 如果让他知道了 他们能在这个具体的民主制度 具体的自己先生参与 甚至控制 我觉得应该给他带来更大的希望 也给他这个叫什么动力 我会觉得呢 就是 嗯 也这个 宅外的这些 比较影响力比较大的 像那些菜签部 比较深大的地方 还有洋店的那些 应该研究一下 把别的东西造起来 威脅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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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相当来是没有搞政治 这些暴力革命的地方 大家研究一下 像分下工 不然各个国家都在 所有的设计都在干 可能都在干 人员少 我觉得如果具体分下工 应该可能好劲 那么 现在把这些大事 大难题 我觉得这个指望商人是不可能的 中国商人 他们说 天生衣服于武裁当中 我觉得民众小的编码就是一个方向 而且要是意义相关自己 比较会跟劳工 农民工会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关注 觉得好像他们已经事无关 我觉得这个 应该想办法跟他们更多的接触 包括国外的劳工群体 那个德国的工会持续 依然是强大的 他们 请我介绍的多点中国的农民工的计划 他们也问我 他说 你希望我能怎么 是给政府施加压力 然后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或者是我们正联直接公布于体制 体制国内的代工厂 我说 这个体制可能在 别过话 在中国 受代价最大的农民工 他们应该可能才几千块都生存 不在体制可能他们就没法生存 所以意味全国 我的提的建议是 他们希望他们能去 自己的 自己选区的国会议员 提高压力 让他们就要去 中国文化 接着说吧 接着说吧 好啊 可以了 对 他就是 我觉得让他们政府 对中国世界上的更好 而且我觉得侧面非常重要 我们 我当年就是五年前 胡佳 我说我要跟欧盟的官员见面 我说你有什么提议 他现在一个很起作用的建议 当年很多国家 比方法国 他们单独的对中国实在压力 结果中国政府都被他们已经冒一爆 胡佳的提议说 你们以后在欧盟的里面 对他们实在压力 要随后他们真的实施了 那这几年也很紧迫 我觉得我们民怨里面反而也比较缺乏 胡佳这样的 比较这个 高屋借银的人 其实一交建议就会产生很深远的效果 因为这个其实你们在交流的不够 这样领袖人物应该不缺的 像王振涛他们也都是学政治的 王丹呢 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想法 那我平时跟大家交流的 我一直在国内也是个忧心侠 我一直跟大家 很少合作 也不知道什么话 会对什么人 中国人也很敏感 所以他们经常会把12个人扯在一起 所以我想有影响力的人讨论一下 那样一个海外的就是我们 估计指望海外的边党 希望不到 然后昨天不知道是应该是你提到过 就是那个各国的政治人物 他首先考虑是自己本国的选 其实上首先考虑是自己的选票 你指望他这些东西是中国的民主 这有类似的就是 当然这有时候有人会说这是五宝银 其实就是这样 他对很多国家的一些干预 就导致那个国家 并不是真正的最大的民主 如果那个政府比方西呢 上面那个政府 他反对美国 美国就把他颠覆了 哎 这个到时候就弄出问题了 你哪人就陷入灾难 所以这个不太可靠 我就无法想象默格尔为真正的状态 就为了中国民主 我不把中国搞成民主性的效果 这不干罢休 这基本上是不行 像美国他如果不是出于自己的致命力 他不会像一个人说 给钱给抢进去 不可能 他其实给就会产生一些像中东 或者是远东的那些阿富汗那些的出谷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双管齐教 就是我们不是法律 博士们认为他们的作用是负面的 当然他们在国际上和这个 在国际国之间的压力肯定是起作用的 但是从这种压力是应该不是来自于这个什么 死压力要不是对对对对对 就是出一些他们自己本国的目标 而是应该是由他们写明出入阳线上 他们拥有我们的宣传系的 而是不能在这场发展能力 对我们的不施压压力 但是我们的政府和中国在期待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图形 当然如果他们政府出于计算力 给中国做的一些事情和实际的扬言 跟我们的目的和我们的期望是相处的 当然更好 就是我们也是大事盲车 所以我就是 连天赛产就说这么多话 我觉得是如果开飞的话 就是一位就是明确分拥的问题 然后第二位就是 如果把一些国内上先进的斗争经验 实际上也不嫌疑 从这个干地 然后到宋台 到宋台的东宋国民 宋台斯 宋台斯其实也是用的这个 基本效果上 一定 就是这几十年的经验 我们应该怎样把它用到国内 我就算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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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